诽谤的果报已经极其惨烈 更何况是对出家人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茉莉芬芳不是慈悸人 和慈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仍要给那位在上人下人 之间玩游戏文字 大肆抨击慈悸正言法师的周玉寇 一个建议 若能听得尽,金玉良言 是你的福气 先来听个佛陀的真实故事 记得当年佛陀正在讲法 有个人来到佛陀面前大骂佛陀 佛陀当着众弟子的面 什么也不说 只是默默地听他辱骂 等这人骂累了 佛陀才问他 你到朋友家去拜访 是不是要带礼物呢 那人说,是啊 佛陀又问他 如果朋友不收你的礼物 怎么办呢 这人回答 我当然要带回去了 佛陀说 现在 你带来的礼物是辱骂 我不接受 请你也带回去吧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因果关系 如我们在空旷的山谷里 呐喊 我是佛 山谷就会回应 我是佛 那么 我们呐喊 我是贼 回应是什么呢 不说 大家也会知道 尤其是人们去诽谤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一位德行 具主的高僧大德上师法师 果报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是在诽谤一份慈悲 虽然你的诽谤不能伤害到大德一丝一毫 却会阻挡大众 追求吉祥幸福快乐健康和觉悟的人生道路 会欠下无量的罪业 难以偿凡 虚云老和尚袁吉谦跟他的弟子说 这么多年来 寿磅 寿屈 我都无怨言 只为了保存几座佛主的道场 你们作为我的入室弟子 是知道其中的经过的 老和尚一辈子 他虽然成就很大 受的委屈 诽谤也是很多的 大家不要看到 他在表面上万众敬仰 但仍然有人要诽谤他 虚云和尚在吉祖山时 要重整家风 开始传戒 触犯了当地的利益 人们就放言 说他和女人有污染 而后还把他住的茅棚都给烧掉了 后来虚云老和尚再次来兴旺吉祖山 在光绪皇帝的帮助下 建的祝圣禅寺 祝圣禅寺 道风非常好 仍然保持着最艰苦的作风 虚云老和尚如此的修为 仍然有人诽谤他 甚至在古山时 因为虚云老和尚是在古山出家的 他来重整古山时 惊叹也被下毒 甚至火烧厨房 要把他烧死 我想如果我们了解了主师的艰苦 就知道为什么僧宝是如此的尊贵 诽谤圣者会遭惨重二报 轮回就是这样可怕 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在过去世 因为对于比丘怀憎恨而堕到过地狱 在诸法无行经中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往昔他做法师时 由于对正行比丘心怀恶心 而堕阿比大地狱九百千一劫 受诸苦恼 从地狱出七十四万世常被诽谤 咸鱼金仔 有一年少小沙民 轻笑一位老比丘独金生如狗肺 老比丘告诉他 自己是已经证悟的圣者 让他立即忏悔 年少比丘立即猛烈忏悔 但仅仅只是嘲笑而已 依然导致五百世投胎为狗 类似的案例在各种经典中记载很多 而无中深有的诽谤出家人 特别是诽谤已经证悟的圣僧 其果报会极其极其极其惨重 佛弟子诽谤自己一直过的上师 更是绝对会堕落到金刚地狱 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些 诚一时口舌之快 而致万劫不复 可叹可悲可悲可叹啊 诽谤是很严重的罪行 其罪行深浅 根据其诽谤的方式 方法诽谤的对象 诽谤的依据程度 所产生的影响大小 久近等而有不同 普通口耳之间的诽谤 和作文书写 制作流通广泛的信息等相比 所产生的罪业要小一些 后者的罪业要大大超过口耳诽谤 诽谤的对象 如果是父母师长三宝 罪业就大于诽谤普通一般的众生 普通众生中 诽谤圣人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二人的罪业 诽谤佛弟子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普通人的罪业 诽谤僧人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居士的罪业 诽谤证果生文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普通僧人 诽谤独觉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生文 诽谤菩萨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独觉 诽谤大菩萨的罪业 要重过诽谤小菩萨 诽谤佛陀罪业 罪重 诽谤者能生地狱 三途骗力 余业报应 能再在受人诽谤 不得清净 辩论时却不可用傲慢 不尽语气 诽谤高僧大德 法王如一宝开示 辩论时千万不可用傲慢 不尽的语气 诽谤高僧大德 在佛学院 经常都有大大小小的辩论 这种现象十分正常 但在辩论的时候 上师如一宝再三提醒 千万千万不要说 某某大德讲错了 某某高僧很愚痴 以这样的口气来诽谤智者 前段时间有个居士说 无构光尊者如何如何不懂阿赖爷 无构光尊者等 是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大家应该恭敬有加 在辩论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有丝毫的诽谤 或者不恭敬 因为在他们面前 我们只是区区小人 非常不值得一提 他们的智慧完全通达万法真理 而我们相当于幼儿园的志同 拼搏我们的智慧 对这些祖师进行辩驳 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当然 不管是大秤小秤哪个中派 辩论是还有必要 阅称论师云 论中观察非好真 未解脱故显真理 若有解释真实意 他中破坏亦无救 龙猛菩萨在中观论点中 揭示的观察法性之理 并不是喜欢真论 而是为令有原则获得解脱 从而采明一些真理 因为很多真理隐藏在我们心里 或者法本中 不通过辩论就无法了知 如果能解释明了最究竟的实相 纵然遮破别人的观点 我们也不会有过失 在这种情况下 辩论是合理的 除此以外 语无伦次的诽谤高僧大德 经典论点 其结果将会非常可怕 在我们分不清大德的功德 是否具足时 不要去妄加评论和进行人身攻击 不要人云亦云 别人都说他是坏人 我们就一起来网路上痛打他 咒骂他 那就大错了 我们就会失去的一样宝贝 也就是佛陀送给我们的如意宝慈悲 从而使我们的怒火 烧掉多年积攒下来的功德灵 十分可惜 我想可能在佛陀看来 一滴水 一朵花 一粒石头 都是那么可爱 都可以像和人一样来对话 更何况对人了 在英律无情艺术中有一篇文章 名为 一句谎言可大可小 参观寒冰拔舌 碎身地狱 讲生前因为嫉妒心 说妄于诽谤一位 持守清净戒律的修行人 故意破坏此修行人弘扬正法 亦因为他的妄语 导致很多人信受 有很多人都失去学佛行善 守戒律的根本信念 正因为此妄语 在其受终后 堕落此地狱受刑罚 明君阎王大怒 将他打入此地狱一劫 此地狱起满后 还需要去其他地狱继续受保 很简单 高僧大德是教人行善救度众生的 如果有人恶意阻碍 也就相当于断人后路 断人惠命 这个罪业是很大的